你我親親 這幾人 英九啦 妳看在外面那位先生 看起來風度翩翩 又很有學問的樣子 妳在說誰 就是在主廚外面看書那一位 他 他我認識了 妳認識他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外科醫生 醫書很好 不過他是出了名眼力 出了名眼力 怎麼說 他對病人好兇 好像人家生病是犯了錯一樣 動動就罵人 小朋友一看到他都會打哭 那當然看到他會不會血壓升高 妳太誇張了 如果他真的這麼兇 為什麼大家要找他看病 因為他醫書高明 不過他有個習慣 一發覺人家病況不對勁 他立刻切除 一點都沒有 恐怖吧 洪醫師好 我跟妳介紹一下 阿倫 這位是洪醫師 洪醫師就是阿倫 妳好妳好 貝姓洪 妳好妳好我姓陳 我叫陳倫 妳好走 寒假作業 寒假作業有什麼難打 來 就是人體器官圖 人體器官圖 對啊 你們現在小學生的作業 真是很難耶 人體器官圖聽起來好恐怖喔 對啊 我們老師叫我們畫出 人體器官圖啊 叫我們把人體上的 最重要的器官的位置 把它畫出來啊 很難耶 不好意思喔 這件事情麻煩妳一下啦 這兩個小朋友 有那個寒假作業要做那個 人體器官圖 對 妳知道我對這方面 涉裂不是很深啊 所以是不是請妳 好 沒關係 小朋友 妳們想要了解 人體器官是嗎 嗯 好 沒問題啊 醫生叔叔啊 你怎麼去這麼久啊 這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醫生叔叔的魔術道具 魔術道具 嗯 是不是表演專門在表演給那個 病人看的 醫生叔叔啊 在全台灣到處去做衛生教育時候 就靠這個魔術道具 哦 對 我需要一個模特兒 心臟 嗯 忠明 心臟應該在人體的什麼地方呢 大概中間 嗯 如果我們把阿倫的身體打開的話 心臟應該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嗯 當然有時候會依人而異 稍微偏左或偏右一點 阿倫 心臟是不會咳嗽的 我知道啊 可是你放在這裡好癢喔 好 血液啊 有動脈出去 有靜脈回流 在人體裡面循環 懂嗎 醫生叔叔 嗯 你好厲害喔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啊 因為我的工作是醫生啊 醫生要了解人的結構 才可以幫人家看病 對不對 醫生叔叔 我覺得你們好親切喔 是嗎 床間沒有看我像你這麼好的醫生 大概因為我特別喜歡小朋友 我小時候 最討厭醫生了 因為有一次啊 我出去玩 我就跌倒 手就摔斷了喔 結果我媽媽 就給我待遇給醫生看 醫生很兇喔 他說 我如果再不乖的話 就把我手鋸掉 害我一直哭 一直哭 真的啊 那醫生這麼壞啊 還好你手還在 我記得我媽都叫做洪醫師 哇 好巧喔 你也叫做洪醫師 耶叔叔 你怎麼了 沒有 叔叔想到 我以前也很壞 也很兇 是喔 那洪醫師你很會裝耶 我們都看不出來喔 阿倫 我不是裝的 我是後來改的 後來 事情就這樣子 那個時候呢 我跟著慈濟的人醫會 到處去醫診 認識了很多 以前從來不認識的可憐人 也碰到了很多 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好醫生 慢慢的我才發現 其實病人真正需要的 不光是藥物上面的治療 他的情感 更需要我們做醫生的關係 對啊 醫師叔叔 在見我們人體器官呢 你給我等一下再訪問啦 對喔 人體器官圖喔 你家作業比較重要啦 好 那先人體器官 人體器官 好 我們繼續 人體器官圖 接下來看哪一個器官呢 接下來要看哪一個器官 阿德 你認真的寫一半 我也認真的寫一半 如果我們兩個都洗好的話 互相交換 操啊 那這樣一個人 只要認真的寫一半就好了 還是不行耶 唉 有什麼不行 你認真的寫一半 你沒有說謊 我認真的寫一半 我也沒有說謊 有什麼不行 我媽說 抄襲就是反冒 反冒就是不好的行為 欸 我們請問一下 高麗菜呢 我說高麗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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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我說那冰箱 我找過都找不到耶 那不可能 嗯 我的冰箱還有冰箱 還有冰箱嗎 來 我看看 好 我的冰箱還有冰箱 怎麼冰箱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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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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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本來就是寫功課 就是你們的本分啊 你看阿兵就是想玩 嗯 我看阿兵這下回去也慘 爸 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寫啊 我可不可以每天多寫一點 這樣就可以跟上進度了啊 不行 今日是今日必啊 把之前拖欠的也一起寫完 還有今天的 日記一併都要寫好 要不然越拖越慘 這樣阿兵會不會太累啊 沒辦法啊 這叫宵夜啊 錯了就要趕快改 要不然會越錯越厲害 呦 半夜了耶 怎樣 半夜了怎麼樣 誰叫你寫那麼久還沒寫完 你把牛奶喝了 媽 我不想吃東西啦 我只想要睡覺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再抱怨了 爸爸在這兒陪你 爸爸 你爸爸也很辛苦 快點 加油 小姐 對不起 買這個去 好 媽咪姐姐 好 謝謝 云 云 洪醫師 師姐妳好 妳還記得我 當然記得 好多年前 都沒有人敢找你入仁醫會啊 還是我跟真正師姐去找你的了 我 真的那麼兇啊 還好啦 不過你現在完全變了 是嗎 相貌都不一樣了 對不起 我那個時候脾氣真的太壞了 那是你自己說的 很麻煩的問題 我傷透了腦筋 什麼問題啊 妳 妳想給他吃素啊 不是 還不是為了我們家那個寶貝兒子阿德啊 他只吃漢堡 蔬菜水果完全不吃 我剛剛為了這個事跟他發了一頓脾氣 那是小孩子偏食的問題 所以妳想買這本書給他看 對啊 我要告訴他 什麼叫做營養均衡 沒關係 我有辦法 不過又得施展我的魔術了 妳現在會變魔術啊 妳不知道啊 妳好精進啊 在這塊磨毯的下面呢 現在有二十瓶一千CC的礦泉水 然後呢還有七個一百燭光的燈泡 還有兩袋 總共是一千兩百公克穀類的五穀粉 對不對 嗯 接下來呢 如果我把這個磨毯掀開的話 妳們猜會變出什麼東西來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看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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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最偉大的魔術 馬上就要在你們面前展示出來了 現在我們一起來倒數三秒好不好 1 2 來 3 2 1 到了 怎麼會這樣呢 嗯 這是什麼 各位 這是一片不到50公克的牛肉喔 但是一頭牛要長成一個 不到50公克的牛肉 你們是要花多少東西嗎 它包括了灌溉牧草用的水 還有給牛飲用的水 總共要花2萬cc 2萬cc 我們一個成人 每天喝只要喝2000cc 就是非常足夠的量 2萬cc可以喝10天 可以讓我們成人喝10天 而且包括牧場割草機 這些供應牛的成長 還有養牛的時候所需要的電力 總共可以讓我們剛才的燈泡 100瓦的燈泡 7個足足量10個小時 而且這些牛在成長的當中 所需要的飼料 總共平均下來是1200公克的穀類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包五穀粉 你看看 像這樣一包五穀粉 如果換算成譬如說米或者是麥 你們家這樣差不多可以吃幾天 差不多三四天 三四天而已 我們有兩包 兩包 那就可以吃一個禮拜 剛才我們桌上所有的東西 還有消耗的能源 就是為了這一塊不到50公克的牛肉片 好 好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但魔術師 我知道這個意思 做這個小安保 你看不劃算又不環保 答對了 一點都沒有錯 過度精緻的食物通常會浪費過度的能源 而且食物越精緻 它的熱量和脂肪會越高 對人體可不健康的 阿德 阿德 你不是一直都是環保小煎兵嗎 而且在學校老師也說 你們有環保的概念 現在聽了大魔術師的說明 以後你還敢不敢餐餐都是漢堡 還要不要挑食 然後變成營養不均衡 成為一個小胖子 不想吃 我也不想吃 對 這樣最好 免得你越來越胖 阿德 你知道像你現在這樣子 還在發育小朋友最需要什麼嗎 是均衡的飲食 所以你吃東西的時候 千萬不能只挑喜歡的吃 知道嗎 我知道了 好乖 黃師兄 真是感恩 哪裡哪裡應該的 師姐 我今天魔術電台可以吧 非常地聽得來感恩 謝謝 洪醫師 阿倫 下台一起囉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